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,盐水花灯抢先看,台南盐水八角楼今晚期展出特色竹灯一周,这次竹灯创作展示由南融科大乐林大学的学员和大学生共同创作,不同世代,不同想法,花了九小时的脑力与体力,创作七座竹灯,老学员学习精神可嘉,很有成就感。 南融科大位于盐水区朝勤路,这里就名竹崽街南融越林大学老师邱银如说,希望借由竹灯展唤起大家对过往记忆,因此策划了竹崽街GOS Poppy灯式创作活动。 包括南融越林大学40位学员参与创作,并有南融科大室内设计系,资讯科技系20位学生来协助,由竹艺大师张永旺带领助教蔡慧婷,张军博教学竹灯,老少脑力激荡,互大一下。 学员年纪最长的82岁林贤宗84岁科区说,可没输给年轻人,完成竹灯创作很有成就感。 竹灯作品有大鱼入港,有狗站,好狗运等七作,讲十费加上材料费,餐费,总共才花费近五万元,比起大型花灯,上百万元耶弹数制作费。 学员陈秀凤说,学员们想想也是够天才的,花小钱就能做出竹灯。